你路上吹一苦 烤 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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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之前观众推荐给我的 这是之前观众推荐给我的 刚到了 还没来得及看呢 结果就全部亏干净了 所以我把它收起来了 然后后面又涨了 我就把它拿出来了 只过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昨天我把EPT 因为马上就要跌到三万以下了 我的心里就是三万 如果跌过三万的话 我觉得我要停一段时间 所以我把EPT全部清仓了 以防它跌到三万 结果我清仓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又是大仗 我觉得就好像 这个纪录片缺乏这种 跌宕起伏的感觉一样 专门给我上演了这一幕 刚才我调了一下镜头 因为这个都是我自己在拍 所以实际上我加好机位之后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拍成什么样子 我拍这个系列呢 还是说了 只是一个壳子 希望通过这个记录呢 能够把这一段时期反映的情况 然后来告诉大家 所以到底我是怎么吃仓 到底怎么买卖 其实并不重要 前两个星期 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个新手 也知道从入门到入土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后续呢 我会把美股这个实际的操作 会降低一些 基本上就是 我主要会在B站 特斯拉 I know 还有以及TVRX这里面 而主要都是会在 集中在TVRX 我会每一次的节目的结尾呢 会把这个池塘情况呢 放到后面 这样大家就能看得到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主要还聊些别的 推荐给大家 两个电影 两个美剧 两部电影呢 是大空头和大而不倒 两个美剧呢 一个是血液 一个就是亿万 推荐大家看一下 后续呢 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每天都能够拍 但是简短的 我还是尽量要拍一下 另外呢 另一个系列和这个 连接美股同步进行的 另外一个系列 叫连接自媒体 我会和大家一起 来进行拍摄 不是只是看我在这边 美股一样缩哈的去玩 还有一部说 我们怎么样想尽全力 通过自媒体的方式 把自媒体做好 然后把就是 该做的事情做好 好 谢谢大家